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能美女一旦出去就很多人都会喜欢 所以他们觉得这么多人喜欢 那你想要的东西呢 你说什么人家都会捧给你 你不需要去靠努力而去达成 所以他们觉得美女是不需要用脑的 那其实聪不聪明跟一个人的外貌 是没有什么直接的连接对不对 人家说你你这么漂亮 你就不需要读那么多书 就等人家来娶你就好了 你就不要被人家那么影响 因为你被人家影响 你就真的觉得那我不需要很努力 然后就等人家来娶我就好了 所以我们看回今这一届 总共有十个女生 你觉得他们都聪明吗 我们都是美女 所以我们就是除了靠样貌之外 我们都要再加强我们的智慧 对啊 如果有聪明的程度 以你的小聪明去评我们 今年所有的这一班美女的智慧 你会准备一到十 你会准备整体的事情吗 嗯 有八分 那一届很不错 对 这一届的美 就是家里呢 都不只是有羊毛 其实还有智慧的 你应该要这样讲 历届都是啊 这一届特别是 好像不你 轻松 但是 曼大 记者 我 在和 他 一直以过 他 accent � 其實他靜下來 他都好像很高貴大體 如果他是一個很靜複一點 比較說沒那麼可愛的話 其實我覺得他會比較拔出一點 在這裡我要祝福這個十位 接來 The route to the final 還有很短的時間 大膽一點 出來搶這個王冠 真的要一百零一分的加油 做回自己 Emily 你自小的時候 你就希望自己可以一路不停讀書 讀到PhD為止 對 為甚麼你這麼喜歡讀書 現在你25歲 突然來參加選美 應該跟讀書有一點 跟你的目標是不一樣的 不,其實也有計劃我來參加選美 因為我看到那個獎金 如果我贏了那個獎金 我就可以繼續讀我的學習 活到路、學到路 你真的會有滿足感 你拿到一個學習的時候 尤其是你覺得是Marsel和PhD 之後有我自己的公司 是做婚禮計劃的 我可以運用我學到的東西 在我新公司那裡 我認識婚禮計劃的朋友 她會頭痛的 很多時候的新娘的想法 對於婆婆或寶寶來說 太潮流了 所以很多時候她會覺得 婚禮計劃是一個中間人的角色 比較長 對… 你某方面的溝通技術 會比你更重要的計劃 很多時候… 對 即使是我結婚時 我會覺得我真的需要婚禮計劃 因為你會覺得 我會享受一件事,以不可以享受 我覺得婚禮計劃的角色 我真的會享受到那天 我會聽到婚禮計劃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有成就感 在這些人的重要時刻 你可以幫她做一些決定 對 幫她的煩惱 其實你會覺得 你會很享受你的人 好,我真的希望你可以贏到車車 然後贏了獎金 然後跟自己的夢想進行 好,謝謝 她很開心可以成為今年的 Astro國際衛移小姐的Cat Walk老師 對於今年的佳麗 最深刻印象的應該是白桃的Emily 當我剛才見到她的時候 我覺得沒甚麼特別的 慢慢覺得越來越耐看 越看越漂亮 尤其是在笑的時候 在這裡,在嘴邊有一個糾粒 挺像的 因為上我的課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她非常專心 我看到她的進步是… 真的感動的 我希望決賽的時候 她可以真真正正地突出自己 真的做到最好 我覺得沒有遇到 我會認識她的 她都覺得她是… 她被她穿了 還會去送給她們 她們那個… 她們早安 她們不是台灣嗎? 我才有事 你一人快樂 她們一人快樂 你會走 自己本身也很像 是,沒錯 但我的對象是可以主持 主持 萬一真的要等到40歲才出頭 你要窮足 40歲是你的朋友 如果真的生意做得好 工作做得好 你也差不多退休 你才開始失望 你已經錯失了自己的恩怨 或者自己的… 對,存錢的時期 你會否回到房間 有一天在同學會聚會後 看完所有同學後 回到家後自己很冷靜 自己的安靜後會否… 我覺得那一散落應該會很短 因為我每次都會覺得 我做的每一件事是有意義的 因為這個意義是自己給自己的 如果我覺得這是一個有意義的事情 我選擇了,就會覺得很快樂 即使人家有他們的目的達成 但不代表我的目的沒有達成 因為我已經選擇了 我要選擇做的事 他就是我的目的,他就是我的目標 所以我覺得是開心的 我喜歡你這樣的想法 因為很多人未必是在享受自己做的事 如果真的在享受自己做的事 其實這件事的滿足感 是可以抵抗其他人的 對 是滿足的 那個意義已經是有的 因為其實你付出的時候 你已經有收穫 收穫就是你願意為自己定下的意義 去做一件事 你放心吧,剛才是假設的 對 我眼看見你,你是有觀眾緣 是一個面孔 我希望你成功 好,希望 我們剛才剛才上完課 上完課的環節也很好玩 有一個環節是在外面的 外面的環節有很多傑尼 都做了很多很創作的事 都很努力去玩那部相機 Ice Ice也很有創作的 一個很美麗的女孩 亦是很興奮的 她亦會很自動 很穩定地想到很多東西 會令你很開心 例如那些傑尼也很創意 也有一個被動、一個帶動者 Ice也很帶動者 她帶動了很多其他街頭 很參加 我覺得每個街頭 都有很大的機會 去贏取這個平衡的旅程 或者是這個項目獲勝 我也很祝福他們 每一個很努力的 去做好自己、表現自己 Gracie 你今年十九歲 對 而且還是一位學生 真的 你覺得現在在這一個階段 錢比較重要 還是美貌比較重要 以我現在這個階段 我覺得美貌比較重要 想像一下 如果你今年是五十歲的話 你希望你有錢呢 還是有美貌 美貌它可能只是一瞬間 如果你只是一個美貌的話 可是你沒有錢去買保養品 那是不行的 除了有錢 那可以買保養品 去保養自己的話 那個錢為什麼那麼重要 我覺得當我五十多歲的時候 我的錢可以給我的下一代 或者是給我的孩子 可以幫助的很多很多的人 可是我的美貌卻不能 除了幫助別人留給小孩 還有買保養品 你想利用那塊錢 來給你一個什麼樣的回憶嗎 或者是想要做什麼東西嗎 陪我的家人、陪我的孩子 去環球世界 度過很開心的日子 其實你可以一邊很努力地玩 努力地工作 這是我的理念 不過那也是你自己 本身的一個打算 那也不錯 好 謝謝 謝謝 今年我跟大家上這個應景圖 我給的他們三觀 一個就是關注、關愛、還有關心 那麼我看Draise的這個圖裡面 我覺得她這邊一直在講 就是要努力賺錢 這個宴景是好的 但是後面好像這個努力賺錢 她的目標不是 就是說她要怎麼去做 她的目標不是非常地清晰 很多時候她比較為別人活得多一點 那麼我相信這是一個 顯意識的一種想法 那我就給Grey做了這樣的一個建議 就是說你必須是爭取 這個是你自己要的 而不是別人要的 那麼在往這個目標的時候 不停地去關注她 不停地去想像 我怎麼一步一步地走向 這個你要的目標 成為了決賽10強之後 這班街頭都被人拍得多了 都是時候想拍一下人 或者自己拍自己 都挺有趣的 大家來到Canon的陳列室 一起來學習一下 由Canon的高層 Simon Wong親自教導攝影的技術 同時大家都來試一下 Canon最新款的 Fish Eye 魚眼相機的功能 這部相機好玩的地方 就是要將人拍得好像卡通人物一樣 挺有趣的 來自Canon的高層 Simon也在現場和街禮門 舉行了一個魚眼相機的攝影比賽 在一班街頭 不顧而泰 非常興奮地狂拍 好像對今天所頒獎 自在必得 大家都在Canon的陳列室 度過了一個非常愉快的下午 經過一番龍珍苦鬥之後 看看他們的作品 大家又猜不猜到 誰會是最終的勝利者 經過評審們 這個嚴格的賽選之後 最終的勝利是來自 10號的佳麗 GRACE 恭喜你 恭喜你 獎品是由Simon所頒發的 Canon新款 Fish Eye 魚眼相機一部 謝謝 謝謝 GRACE笑得多開心 謝謝我的摩托 真的沒甚麼儀態 不過不要緊 最重要是贏了一部相機 最後我還是要謝謝Canon 大家好 我是天號、7號、Ease的 我心地善良 心地可愛 帶給大家許多快樂 希望你能夠多多票 除了10票、再10票 你一定會身體健康、生命心動 步步高速學業更辛苦 大家好,我是白豪的Emily 請給我10票 因為我人見人愛 車見車載 因為剛才看到我都不捨得打開 記得了 我是9號的Emily 如果你覺得我聰明 能夠不愛的話 你得到 請給我10票、10票、10票 都不會 因為有你們的支持 我的舞蹈 新款實驗波 謝謝 大家好 我是Haw的Riz 更巧了 聰明的你 你、你、你 還有你 你們能夠投10票 因為我30人又美麗 求我是你名字的選擇 我 你 我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